這週開始有捷運綠線 也正式來動工 這次動工的部分是在南北端的地方 分別是在巴德 南端是在巴德區 北端的部分就是在蘆珠這邊施工 究竟這個動工對市民朋友們的影響到底是什麼呢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市府又如何打造出他們一直在力推的桃園三星六線 來串聯整個北北桃生活圈呢 接下來的系列報導 看完保證讓你更加了解到桃園建設捷運 不要錯過也不要切掉 好啦 那攸關這個桃園發展的捷運綠線啊 這十幾年來大家都一直在等嘛 好 那市府也很努力的在爭取以及規劃 總算好本月份已經正式動工了 那這次動工的項目呢 其實屬於桃園捷運綠線的一個GC01標 在這邊先稍微先說明一下 這次的標總共有五個標 那它是個工程標期 總共分為五段 那現在動工二是第一段的部分 也就是土建高架工程 那10月15號就在巴德區的動工 巴德區這邊難處就是第一站來做動工 也就是南段 那在10月17號的部分 在盧竹區動工則是屬於北段的地方 南北段是分開 但是是同時進行開工的 那也正式宣告 桃園捷運綠線真的是要動起來了 工程機具進場也代表著捷運綠線真正動工了 10月15號在巴德區 豐新路與建德路口 啟動的是南段的高架工程 而10月17號在盧竹區中正北路1588號的動工 則是屬於北段 都是以施座土建高架為主 施工的路線包含七個站體 初步工程內容 包含圍離施座、分隔島打廚、地質鑽探、管線試挖 試裝與機裝作業等等 全案以設計與施工並行的方式來做 整個桃園捷運綠線的土建工程 分成GC01到GC05五個部分 這次動工的是GC01的高架段 GC02則是地下潛頓標案 段落從巴德巧克力街到桃園同安街口 預計今年底開標 而GC03也是地下工程 段落從G07桃園火車站到G12站 標案作業還在準備中 而GC04案因為要配合航空城徵收計畫 暫時沒有進度 GC05則是電梯與電伏梯的工程 捷運綠線總長大概27.8公里 總共設置有21個車站 那其中大概有12.5公里是屬於地下段的部分 設置大概有10個站 那另外有15.3公里是屬於高架段的部分 總共有11個車站 那因為我們這一個捷運綠線 它的工程規模跟金額比較大 所以我們分成六個標案來發包 除了土木工程標外 捷運綠線的GM01基電標已經由德國西門子公司得標 但由於基電施作必須配合整體工程 確切的開工時間還無法論定 在基電標的部分也是在107年 我們6月25號已經決標 是由西門子 德國西門子還有中華工程 另外還有韓國樂鐵 他們這三家公司來共同承攬 從高架地下到基電 是資金千億的捷運綠線 可說是桃園市近年來最重大的交通建設 想要達成在2025年完工通車的目標 從動工的那一刻起就要緊繃神經 台灣有限新聞 林德超綜合報導